安保 安保这个词在北京奥运会期间走入了人们的视野 那随着广州压运会的临近 安保这个词呢是被更多的人所熟知 安保工作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而且它很难 它只能做好没有改错的机会 作为广州的窗口 白云机场的安保工作 在所有亚运安保工作中就显得尤为重要 现在亚运 用火必胜 用火必胜 治保平安 10月12日上午 负责保卫白云机场平安的公安民警 贺警 武警 安检等 共400余人在白云机场航站楼前 举行亚运安保试试大会 试保亚运空中国门的安全 相当沉哦 应该是这样啊 是这样吗 对 这样 对人呢 好玩哦 为确保这次亚运安全 白云机场公安与专门配置各种先进装备 包括价值上千万元的S光检查车 检查车辆 特别是大型车辆 车里面的那个装置设备人员 对那个枪支弹药 塑料炸弹 都可以检查得到 我们已经发出来 我们已经把这个 现在图像显示的就是我们车 通过检查扫射路边那个人员 还有车辆的状况 这里显示就是每经过一辆车 它就按照这个顺序 这个车的检查功能也可以固定 也可以流动 就是车辆固定在固定地点 通过检查流动车辆 也可以车辆在行进过程中 检查固定物体 还有马路边那个灌木丛中 那个所掩埋的人 或者其他可疑物品 随着亚洲各国的亚运团队陆续到达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亚运安保管制措施 已经启动 所有入口将增设防保安检通道 所有进入航站楼的人员 一律受减 旅客在登机前 还将进行二次安检 这个好玩 大家看这个车的 天窗完全不一样 这里的作用就是可以站起来 观察 对于一个群体性事件 主要是处置群体性事件 或者大兴 那个危险 那个场 场景 对 那这个车一共可以用运载的 这个 就是我们的警察 一共是客警 都是多少名的 大家 有效战斗力 可能可以装在十名 有效战斗力 战斗的号角已经吹响 哥干锦怀着必胜的信心和决心 依次在誓言墙上郑重宣誓 忠诚尽尽责 决战亚运 用我必胜 世保平安 看着这密密麻麻的签名 我感受到他们的热情 激情和决心 但在现场 我看到的更多的是他们辛勤的汗水 感受更深的是他们的压力 为了这一届祥和的广州亚运会 不知道有多少像他们一样的人 为此付出了鲜为人知的艰辛 接下来请各位观赏 围柴动力 凤凰大视野